我们找到美国市场 还有前进各个发展国家的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89年 就是在夏兰瑞加 美国谈记的一个华商 就是叫《德国公司》 他在《德国公司》办了一个公司以后 他把西装美国谈计 那边的油画制作的一些工艺 非常延伸开门 非常规划的一个制作精神 给我们进上百个画家 在一个空间里面 在做这方面的制作 所以夏兰的油画 它跟很多基地的油画 从制作到整个油画 包括它的市场 其实都不太一样 它更多的那种 比如说从高端的制作工艺上 还有市场 包括品质上面 都更加 所以那些 比如说从西方文化 直接导入的这些基地 所以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比如说 在八九月 对我们的创办这家公司 包括《德国公司》 和《德国公司》 还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画像 都闷闷地来到夏兰这个地方 来经典它们这一块的一个实验 然后夏兰有很多人 然后开转的时候 特别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在《德国公司》 在《德国公司》 或者《德国公司》 在一个电圈里面 在差不多在 在1992年左右 不是故隆化三年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集合的 一個打字已經有了五百個花心萬條 比如說大家抱抱的這一個自然主動作 然後製作要享受那一塊的一個運動 但我在這裡面也是在九二 說明我從廣交會就開始導入了非常多的國外的傷害 不是真正面對面的採購 面對面的下達到一些技術場面的一些具體 隨著廈門經濟社會發展 廈門商品油化產業的規模也在不斷的發展壯大 1992年 吸一批300多名化師、化工進入烏石浦村 由此拉開了烏石浦油化村發展的序面 隨後 廈門商品油化生產、銷售 迅速向烏石浦村集聚 特別是1996年以來 大批外地油化企業的入住 有效地帶動了烏石浦油化產業的發展 以及強次的提升 2003年以來 大批每年油化村口創會都在人民幣2億元上 其中絕大部分 有烏石浦油化村 成為全球三大商品油化生產人地區一 走進烏石浦 空氣中到處瀰漫著油化營料各有的情形 烏石浦的油化師們 在圍牆上匯滿各式各樣的油化 成為街上一道炫烈風景 街道的兩旁有近200家門店 有從事油化後勤工作的人員約1萬人 其中從事油化產業配套工作 如經營畫布、畫品、製作畫方的人員約3000人 街道上行人很少 買家也不多 因為這個油化村的油化 主要是向往海外 周圍出口貿易 有句話說 如果樓上掉下一個畫板 達到五色人 其中就有三個是畫師 一個是畫商 另外一個是巨蟻 是否有什麼畫質 還是有的? 在那裡 在那裡 一看來是 我們在那裡 好像一看來是 至少 很難 都不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上百个人发展了一些各地的画家涌入了一些下路 带动了一些画来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来这边收一些油画 一个月有几个货柜在出 曾经在这个乌石浦就代表着我们中国就一搜索一下下门乌石浦、深圳、大温村、土田 就是全世界三大的油画生产基地已经非常的规范了 现在它这个油画跟这个国画其实意识都能相通 它这个艺术都能相通 油画很多现在就是油画都有人也建画一些国画来演出下去 以国画也可以建一些油画来演出下去 所以艺术都是相同的 本身 Вид这异ering口也是有 roban的 像这一年拼分吗?